从3月18号赖金德去领表之后 那么一路的拖延 本来其实第一个礼拜赖金德是说 那总统因为要出行出访 所以在他出访的期间 一个礼拜的期间 他不会从事任何的竞选活动 其实那时候 蔡英文总统的反应是什么 没必要 没必要 可是一回来马上就是延期 先延一个礼拜 后来延一个月 后来延到就是说 不断的抛出议题 永远就是不跟你定案 不跟你要怎么样举行出选 所以导致大家非常的焦虑 因为选举在即 定的时间就是明年的1月11号 其实没有几个月要竞选了 那你竟然这样子 党内的出选一拖再拖 但是国民党也选不出来 所以我们也会 辟时间跟这个专题 来讨论国民党的问题 但是那时候 那比较有趣 蛮细剧的 蛮娱乐的 我其实 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回顾 我常常觉得那个李敦睿前总统是老先钢 那这个老先钢在2016年的时候 就是蔡英文总统上任没有多久 他对他下一个评语 其实那么快的对一个刚刚这个当总统的人做这样的评语呢 是非常的 我认为是非常的冒险的 我们任何人都认为说 应该给他做做看嘛 应该给他时间跟机会 对啊给他机会啊 总统说他什么呢 李总统酸小英 说他施政软啪啪 没有决断力跟勇气 其实我们这一段讲 谢敏达的勇气 这个勇气在哪里 勇气 决断力在哪里 这个讲得好 我曾经呢 这也是跟李登辉在1992年的时候在他家 当时候我这个是个专人作家 那总统李总统常常看我的专栏 这我们讨论过 我擦一下嘴 就是这么多届的总统 李登辉总统显然没有偏听偏行 他有非常缜密的听不同 即使是批评他的声音他都听 对啊那我那时候在报纸写专栏 我后来才知道他常常拿我的专栏 给很多他的访兵看 他偶尔会碰到几个访兵认识我 就会打电话来说 总统今天拿了你的文章给我看 那时候李总统的意思是说 你问我的问题我很难回答 不过你参考一下杨先生写的这个 他的意思是他蛮同意我对这事情的分析 就代为一个回答 这是李总统当时候做的事 那有一天他就请我去 那个他官邸 就是现在总统官邸吃饭 那他就问我很多事情 结果他问了我一个非常哲学性的问题 他问我说 从 因为我跟他谈到这个mindset这个问题 我当时候在1992年跟他谈到说mindset的重要性 就是一个人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当然我当时候是基督徒所有跟他特别有话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谈到信仰的重要性 信仰最重要是mindset 就是你的心如何设定 这个设定要设定在什么上面 结果你知道他缓过来问我说 你看国民党的mindset到底出什么问题 我说总统我今天要在你的面前讲这个事情有一点班门弄乎 不过你既然问了我就说了 我说你这么快问我快答 我说不是在过去我们在这个所有的作业 但是他是国民党的总统哦 也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啊 然后宋楚瑜坐在他旁边 然后苏志诚也坐在他旁边 然后他女婿也坐在他旁边 然后就这样他那一次是非常正式请我吃饭 那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我认为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我说如果用智仁勇三达德来评论的话 我说你看那个国民党的人都是博士 各个是博士 所以智没有问题 你不能怀疑博士有智的问题啊 人我认为国民党基本上在李总统你的带领下 人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大的改善 有基本的善良 有善良 可是都不勇 总统听到好高兴 都不用 都不用 我就说 可是他内斗很勇啊 那是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其实也不够勇 你真的要内斗你也斗的这个比较有风格一点也没有 我认为连那一点勇也没有 就是报复平和的也可能有 可是我们讲的那个勇不是这个意思 智仁勇的勇 是就是用佛经讲的话就如大势至菩萨 如果没有勇猛的毅力就不会有洗舌的善行 我们如果用佛经讲是这个意思 那个勇要用大势至来形容 这个部分我当时候也就是跟总统也 总统也一直在问我说你讲的勇是什么意思 我说当然不是那种报复平和的勇啊 我讲的勇就是没有这种好的信仰的思维 然后努力勇敢去愿意牺牲性命去完成这个任务 没有这个勇气就不会创造一个好的世界 那我说国民党未来会失败的原因会失败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你的人都不用该做决定的时候都不做决定 那以李登辉总统在2016年 我在这是92年的时候跟总统讲 所以我后来有发现总统有受我这个影响 92年以后他连续修宪做好多事情 包括孤王会等等 我认为总统李总统做到他做一个总统的勇 所以他非常清楚谁能做什么谁不能做什么 蔡英文就在那个时代参与他的国家安全 的咨询顾问 所以我认为总统非常了解他 我也必须讲蔡总统 你一定是我批评的那个不勇 你的我认为你仁义不错 你的人 智人 智我也认为没有问题 人也没问题不勇 该做决定都不做决定 所以拖到最后把他拖烂掉了 是 无法收拾 像同婚法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 是就是这是这是做一个leader最重要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头我认为现在谁很勇 川普 川普很勇 川普做的所有事情我认为这是非凡的勇气 对不对 因为他基于有信仰 所以我们也介绍另外一本书是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 是他自己写的书 是他写的书 如何挽救跛脚的美国 美国 克力扣 美国 所以这个需要什么 勇 所以在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美德是什么 智人勇 我们智人勇这个顺序 其实某种程度都是太抬举的独处人 好不要忘记我们刚才开篇的时候讲的 那您近身贴近观察赖清德 在万里那一场 你看到勇气了吗 我有看到 老实说我在看赖清德那一天的时候 看到那么多的 乡亲 乡亲 在他的家乡这样迎接他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就是 这个真正行善的都是吐狗辈 吐狗辈 然后呢 护心总是读书人 真的是 赖总统 其实是要非常大的勇气才做得出这个决定 他没有任何资源 对 而且他还没有资源 他只是相信今天 老实说我认为他一定问了自己这句话 如果不是我的话 那么 我对他的认识 然后他就做了 做他当时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关心被迫害的人 他永远跟被迫害的人站在一起 这一点是我对他在过去的有限的接触里面 我这是最初跟他对他的认识 但是我也有不满的地方 其实我跟你说过 我知道 这个中央广播电台在猜这个台南的天马台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手阻止 这件事情我其实对他有非常多的不解 我不敢说不能谅解 但是非常多的不解这样子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 我们继续揭 到底我们这个杨大哥 我的观察的赖心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物 大时代的大故事 大时代的大故事 他到底能不能带领 他是不是适合带领台湾 面对2019国际的非常艰巨的挑战的一年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独家赞助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去到的时候 记者站坐在这里 您有ец 为什么能不能带领台湾 你们婴儿一直呎 哪里 你可以带归 幸 demon 你 确